新年即將到來了 來看到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 透過蓋茲的基金會 發布了官方微博的影片 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他也稱讚中國大陸 面對新冠病毒的成就 而且希望今年年底 新冠疫情就能夠獲得控制 但你認為比爾蓋茲的說法 是不是怎麼樣 很打臉的西方 不斷炒作中國大陸清零 而害到全世界的經濟復甦呢 來聊天室 寫下您的看法 記得多留言 以及按讚 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和非常健康 和新年快樂 從疫情開始 中國已經努力 不僅僅維持疫苗 但也能夠關閉盟階段 以支持其他國家 和很多不同的供應 包括大型疫苗 比爾蓋茲提到說 最近出現傳染力很強的 Omicron變異株 代表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 他表示 大陸在消除瘧疾的成果 連世衛組織都給予肯定 頒發了證書 而且認證了 代表中國大陸戰勝了 瘧疾 最後他也表示說 希望能夠趕快去大陸 看看這些非凡的成就 他說法呢 其實呢 也是盛讚了中國大陸呢 在進行相關疫情的 合作跟討論 而且呢 也打臉了西方所謂 大陸清零會害到世界經濟的說法 中美的經濟表現 真的是東山西降嗎 美國疫情失控 卻指責呢 大陸清零政策是有道理嗎 也引發質疑 來聊天室互動 你覺得有道理嗎 尤其來看到大陸接連呢 交出了亮眼經濟成金單 很打臉西方世界的 中國崩潰論 像是呢 大陸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發布了相關的記者會 大陸商務部有說呢 2021年啊 中國大陸對外的貿易 再創新高 全年貨物進出達到 39.1兆人民幣 增長了21.4% 其中呢 出口增長了21.2% 進口呢 增長了21.5% 另外呢 成為經濟運行當中 一大的亮點當中呢 有幾個亮點 比如說來看到 首先就是 規模跟份額 再上了台階 進出口的規模來看到呢 接連賣上了5兆 接著又來到6兆美元 在去年的時候 兩大台階 去年前三季度呢 出口跟進口 在國際上的份額呢 分別達到了 出口是15% 以及呢 進口12.1% 都是創下的歷史新高 第二個特點呢 就是主體活力 持續的增強 比如說 民營企業 進出口增長啊 達到26.7% 占比提升了 兩個百分點 達到48.6% 所以不見得都是呢 國營企業呢 在呢 怎麼樣 有些經濟的動能 民營企業也很厲害 第三呢 則是 對主要的貿易夥伴的 進出口呢 較快的增長的幅度 比如說來看到 東盟啊 歐盟跟美國 進出口 分別增長了多少 19.7% 19.1% 以及20.2% 哇 美國還比人家還更多 所以你看 美國更需要 中國大陸市場 第四點呢 就是說商品結構 更加的優惑 比如說 高技術 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出口快速的增長 那這對中國大陸 在企業轉型 也是很大的關鍵 比如說來看到的是 基電產品出口 增長了20.4% 另外呢 新能源汽車的出口量 也增長了三倍 另外呢 第五點的特點就是 服務貿易升級加快了 1到11月的時候 服務進出口 達到了4.7兆元 增長了14.7% 個人文化跟娛樂 還有知識產權使用費 等等的 知識密集型的服務出口 也是增長的 比如說來到36.2% 以及29.3% 另外呢 在2021年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的商品消費市場 而且呢貨物的貿易總額連續五年是全球第一的 吸收外資還是保持全球第二的 對外投資呢穩劣世界的前茅 另外來看到呢 其實中國大陸在許多雙邊的貿易關係也取得了新的突破 比如說來看到呢是自貿區提升的戰略很大的進展 比如說來看到就是呢 推動的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如期生效了 另外呢還有呢來看到正式申請要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 以及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CPTPP 以及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PAP的簽署 另外呢以及跟紐西蘭自貿協定升級的議定書 跟韓國新加坡升級談判取得積極的進展 這些都是呢非常重要的關鍵在去年的時候 另外還有多邊合作也發揮很大的功用 比如說中國大陸啊舉辦了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週年的相關的怎麼樣呢 高層論壇以及呢專題展 積極參與世貿組織相關的議題談判 在聯合國啦二十國集團 亞太金河組織 金磚國家 上河組織等機構呢 也有開展數字經濟 供應鏈等等的合作 推動呢包容性的貿易投資的政策 另外呢2021年中國大陸實際使用的外資呢 也突破了兆元人民幣來到了1.1兆 增長14.9% 新增的外資企業來到了4.8萬家 增長23.5% 實現了引資規模 還有呢這個所謂質量 這兩件事情都是雙提升的 而且呢外資結構也不斷的優化 都是怎麼樣呢 比較高技術資產 不是只是傳統產業 是高技術資產 而且呢引資增長了達到17.1% 以及呢主要來源地的投資 也是穩定增長 比如說呢 例如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 對中國大陸投資增長來到了29.4% 新加坡啦 德國對大陸投資分別是增長了 29.7% 以及16.4% 另外來看到呢是截至1月24號 除了呢天津以外 中國大陸其餘有30個省區市 都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出了 2022年今年的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 我們來看看誰那麼有雄心壯志 30個省份當中 2022年GDP目標 誰最雄心勃勃呢 來看到就是海南 它設定的目標是 9%左右的目標 它位居第一名 那海南設定如此的高的標準 它是有底氣的 為什麼呢 根據數據顯示 2021年的海南GDP 比2020年增長了11.2% 位居是中國大陸第二名 但是它兩年平均增數呢 是第一名 所以它有增長的底氣 它是目標要達到9% 那前三大中國大陸經濟大省呢 它更是動見觀瞻 比如說2021年廣東啦 江蘇跟山東 GDP的總量是位居呢 中國大陸前三名的格局 它通常呢都是希望有些新突破 那在今年它沒有什麼目標呢 那當然很重要 比如說我們來看看 廣東的部分 廣東呢 GDP在去年的時候達到 12.4兆的人民幣啊 真的是太厲害 同比增長了達到8% 這是中國大陸首個呢 GDP突破12兆人民幣的省份 有望己身 世界前十大經濟體 要把南韓給KO掉了 另外呢 它的江蘇的GDP突破 也來到了11兆的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8.6% 山東也很厲害 山東啊 GDP在去年突破了8兆 增長了8.3% 那2022年的GDP 這三個經濟體呢 其實他們要怎麼樣呢 要來有一些數字 他們瞄定了一個關鍵數字 都叫5.5% 但是有一點點差異 其中來看到廣東的部分 它設定呢 是在5.5左右的增長 江蘇呢 還有呢 山東都是設定在5.5%以上 保5.5 另外呢 2021年其實大陸也迎來了 北京啊 上海這兩座 很重要是4兆人民幣 GDP的城市 其中呢 來看到北京 2021年的GDP 增長了8.5% 上海呢 GDP則是增長了8.1% 那呢 其實他們都是 邁上了新的台階之後 展望2022年 GDP的預期目標呢 北京呢 是略微比較低調一點點 設定是在5%以上 那也都是很厲害了 那上海呢 則是設定在5.5%左右 另外來看到呢 西方現在啊 是看到中國大陸發展非常好 所以無所不用其極 再方方面面抹黑大陸嗎 北京冬奧 預計在2月4號登場了 媒體有揭露說 法國政府不僅多次提醒選手 小心啊 手機啦 跟電腦 以免各自外洩 更建議要刪除 敏感的政治內容 目前呢 法國已經公布選手教練 共87人的團隊名單 關於各自可能會 召切的言論呢 冬奧的主辦方博斥 都是沒有證據的擔憂 還強調說 在會場當中 蒐集的資訊 只是用於奧運賽事 國際奧委會也說 已經進行網路安全調查 都沒有發現任何關鍵性的隱憂 說到了這個冬奧 根據韓聯社報導呢 韓國國會25號發布新聞資料說 印中方邀請 國會議長呢 蒲秉席 將會在2月3號到6號出訪大陸 而且要出席就是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 大家看到呢 蒲秉席啊 會呢怎麼樣跟中國大陸這邊進行擴大兩國議會進行交流 並且呢看望的是韓國冬奧代表團 而且藉此勉勵運動建兒們 訪華期間呢還會出席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 而且呢跟在華的韓國同胞們舉行座談 對此呢大陸發言趙立堅說 中國大陸歡迎啊 這個普議長來華出訪 包括了北京的開幕式 同時也說願意跟韓方一道践行 更團結的奧林匹克精神 說到了抹黑喔 這個五眼聯盟真的是同個鼻子出氣嗎 比如說澳大利亞跟加拿大 來看到澳大利亞的部分呢 有媒體說總理莫里森呢 在大陸微信平台上開設的帳號 被微信平台應大陸政府要求強行沒收 還被強行改了名 甚至呢把一切扯成說是 中國大陸政府在干涉澳大利亞的選舉 因為莫里森的主要競選對手呢 帳號都沒有問題 沒有出現問題 對此大陸外交部發言趙立堅就說呢 你應該去直接問啊 公眾號的營運團隊還強調 大陸啊所謂的干涉啊 純屬抹黑以及無稽之談 微信母公司騰訊也跳出來駁斥 沒有證據表明呢 莫里森的帳號遭到了黑客 或第三方的入侵 真的不要亂栽贓啊 澳媒報導說 莫里森的帳號呢 其實是被一名的大陸商人給購買了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說呢 接管的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 微信帳號是大陸商人 他說他之所以會購買莫里森的帳號呢 其實是因為他想要擁有大量 粉絲的平台 還說這一筆交易呢 跟政治是無關的 來看到福州985信息 科技有間公司 黃艾鵬他對ABC說 去年11月從該帳號 拿到了相關的帳號的這個買方 但是呢這個賣方 其實並沒有告訴我 誰在用這個帳號 當初會買莫里森呢 這個帳號是因為 他有很多粉絲就買下了他 所以呢他也說 這跟政治上面的問題 是沒有相關的 不要亂抹黑 不只是澳洲加拿大的外交部表示說呢 網絡遭到攻擊持續五天 還是沒有辦法恢復 結果來看到呢 雖然加拿大的官方沒有透露說 渥太華認為 誰該為此事來負責 不過這件事情 竟然讓路透社逮到機會 要抹黑大陸嗎 因為報導的表述中 有意無意的帶節奏 把話題呢 往中俄身上來導引 比如說先是提到 俄羅斯是否應該為此事來負責呢 更是扯出了2011年 還有2014年的時候 有加國的官員說 中國大陸涉嫌侵入加拿大研究機構 還有官方的機構 但其實當時的指控 也毫無事實的根據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當時也有做出了否認 西方媒體被說 你用這種方式抹黑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恐怕不是頭一招 但是呢 你用這種所謂的寒沙攝影 恐怕也會影響自己的公信力 所以可以看到呢 加拿大外交部呢 網絡遭到攻擊 你沒有恢復 但是你竟然扯到中國大陸 跟俄羅斯 跟剛剛所謂的澳大利亞呢 這個也是相關的手法 在抹黑中國大陸嗎 也引發大家的討論